你們就是繪製出各區住宅竊道的比例圖 並且記得中山區把它拖拉出來 按右鍵先新增資料標籤 如果你要把中山區拖拉出來,記得先點一下全部 再點中山區,再往外拉,這樣就OK了 所以今天的練習作業的話,就是兩個 一個是折線圖,是歷年住宅竊道統計圖 第二個是各區住宅竊道比例圖 其實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地方 最後的話記得,你就是做出兩個,然後記得存檔的時候記得你要用另存新檔 檔案另存新檔的時候記得,因為原來是CSV嘛,你不能直接存檔,如果你存檔的話你剛剛做的都白做了 記得一定要把它改成叫做 Excel活躍部 或者最好你乾脆存起用巨齊的活躍部,因為我們後面還會 練習 增加像巨齊啦,VBA這些東西啦 所以 我是建議你乾脆 把它改 就是另存新檔的時候,存成起用巨齊的活躍部 然後再把它存檔起來 先存桌面上好了 或者直接存在我的隨身碟 按儲存 這樣就OK了,記得把它向下,這個區向下填滿 所以今天的話 主要練習 兩個 兩個部分,一個是 先把那個年的部分先取出來,用Labs 一個是用區,用Mid把它取出來 然後分別做出 那個 歷年的住宅窃道跟各區的 大概就是這兩個部分 當然如果你做完之後的話,第三個問題比較困難 第三個問題是 到底台北市 哪一條路上面的 治安最差 哪一條路 所以你需要有一個 欄位叫 路 什麼什麼路 不過也有什麼什麼可能街啦 什麼什麼,像這邊有廈門街 所以可能是路,也可能是街 另外可能市民大道 所以可能路街道三種可能 那我們就把路街道這個欄位產生 然後只是說要怎麼樣可以剛好取得路街道 這一個名稱 是 最難的啦 OK 至於要怎麼做,可以想想看 然後另外的話可以順便比較一下 下一個星期的話 除了剛剛講的路街道之外 另外你也可以比較一下 什麼呢 比較就是 這個桃園市的治安 是不是跟台北市一樣 越來越好 還是忽上忽下 我不知道 反正你們可以比較一下 從那個實際上的 數字 可以知道一下那個 切刀案件 的 情況 另外的話 其實在 Excel新的版本裡面 其實還有插入那個3D地圖 所以其實 甚至你也可以 把 因為這邊有地址 如果你希望說 到底 發生切刀在哪裡 可以幫我直接放在地圖上面 幫我打點 那其實 你只要匯入地點 他會幫你 在那邊 如果點的密集度越高 那表示 那個區域的 自然相對是比較不好的 OK 所以這個的話 也許請各位 有時間玩 3D地圖 我覺得這還蠻好玩的 所以下一個禮拜 也許我們再來講講看 OK 所以 盡可能 因為這個是新功能 很多時候 很多書裡面也沒提到 以前可能 因為沒這個功能 以前你們在學校應該也學不到 那我們盡量就是 講一些新的東西 主要是活學活用 我建議說有些新的你就去學 學了你就會 會的話 剛好大家都需要說 那就會用到你 那你相對就比較有機會 那至於你們將來要怎麼發展 我覺得處處都是機會 最怕就是你沒有施展出 你的一些東西 所以盡量 你可以秀一些東西 至於怎麼秀 讓別人知道 你有這個本事 管道其實還蠻多的 現在像YouTube上面 你也可以創個頻道 或者說你也可以寫一些文章 寫一些部落格 寫臉書上面IG 動態分享等等 其實我想 太多方式都可以 讓別人知道你有什麼樣的本事 那你如果讓別人知道你有什麼樣的本事 自然人家有需要的時候就會找到你 你也不要 所以如果你假設沒有 讓別人知道你的話你也不要埋怨說 為什麼都沒有人找我 因為人家根本不知道你會什麼 OK 所以這個也許請各位就是多多去思考 然後做完其實 除了工具做出來 你也可以再衍生 寫篇文章也可以 比如說你可以寫 關於台北市治安國的看法 你也可以把這個相關 這個絕對比 新聞報導還是更另類的 而且新聞報導不見得會有 這麼 詳細的資料 比較精確的 因為這有點像大數據分析 所以你可以把大數據分析結果 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做一個評論 如果你每天都寫這些的話 甚至你可以寫一些 跟選舉有關的話 我看以後慢慢人家會注意到你 甚至以後乾脆 找你來 幫忙寫一些評論就好了 可不可能 那可能 但前提是你要量夠大 比如你寫一些 寫超過1000篇 10000篇 哇那應該 無人可及的 那就是你 就像說我在網路上我的部落格 超過1000篇以上 都在寫教學的 我的影片超過3萬 3萬個YouTube影片 應該也沒人比我像我這麼會錄影片 3萬個影片 你看YouTube上面有多少人有這麼多影片 簡直太瘋狂了 OK那當然 所以這樣的人會找到我覺得也不意外 因為應該沒人像我 數量這麼多 光比數量我就贏了 OK所以有的事情 就是看你有沒有決心 每天每天做 自然累積就是 一片天空了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 一定要持之以恆 然後趕快有個目標 趕快每天去做 不用多久 大概半個月 你慢慢 就有一感覺 然後持續做下去 哇以後你就不得了了 OK 所以今天的部分請各位把我剛剛講的這兩個部分完成 把它存檔上傳繳交作業就完成了 第二個的話思考一下 哪一條路 哪一條街 哪一條道 也是 自然最差的 另外 比較跟桃園 當然你如果想說可不可以跟其他些可以 但前提是要有這個資料 所以你可以開放這家找一下 我發現桃園是有 但是台中、台南、高雄 好像就不見得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或者你也可以到 他們的市政府官網上面看看有沒有 有的話當然 如果沒有 那不然如果你有 更厲害你就打電話去問 為什麼別的縣市有啊 你們怎麼都沒有 應該這是哪個 警察局 對 你打電話去 警察大隊 有沒有 你說 其他縣市有啊 你們怎麼都不提供一下 我想知道 因為我現在在學校做研究 我需要這個資料 可不可以提供給我 或許 因為你的氣而不捨 其實也會有這個資料 主要就是你要不要去做 OK 你只要開口 我跟你講 都會有人願意幫你了 最怕是說你不開口 你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喔 你發現其實只要你願意做什麼事情 身邊自然就會有小天使出現 OK 就是說怕你不許願 你許願真的 你做這件事情 如果大家都認可 其實自然而然 就會有人願意生出援手 剩下的部分請各位 自行再把它完成 時間也剛好差不多 時間也剛好差不多